2022年房价会大降 四个现状透露房价趋势 有房没房的都看看 距离2022年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每到这一阶段就会有媒体预测 2022年房价走势 在各大搜索引擎输入2022年房价这些字眼 就会出现类似2022年房价要暴跌 房价下跌超乎想象 楼市将会引来贬值潮等标题 那么明年房价走势到底如何呢 不要再误判楼市了 已有四大现状透露房价趋势 有房没房的人都看看 第一中介先起离职潮 房产交易市场中参与度最高的一类群体 就是房产中介 中介人员的动态可以直观的反映市场冷暖 根据深圳市房点中介协会发布的报告 截止6月30日 全市实名登记的星级从业人员数量为 45458人 比去年同期减少11.8% 这意味着超5000名中介离职 而没有实名认证的中介则会更多 多数地区的房产中介没有底薪 只有开单才能赚取高额提成 如果持续三个月不开单 基本的温饱都难以解决 只能转行令梦生路 现如今房产中介掀起离职潮 足以证明楼市交易量正在下滑 楼市供过于求的矛盾会越来越明显 未来持房者的心理防线被突破 房价下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第二 二手房流动性减弱 今年楼市调控深入到二手房市场 目的就是降低房产的流通性 扼杀房子的投资属性 今年多个城市为二手房成交价建立价格指导 延长了增值税免征年限 延长二手房限售年限 一系列连环政策让二手房市场毫无喘息机会 据数据统计 上海八月份二手房仅成交 13384套 成交量暴跌43.42% 激进腰斩 成交价格同样大幅下滑 从41,644元每平方米降至37,939元每平方米 跌幅达8.89% 而深圳市八月二手房过户成交 2043套连续五个月下跌 创近十年同期新低 环比下跌22.6% 同比下跌超八成 二手房市场持续低迷 有利于刚需的市场正在形成 房东的赌徒心态崩塌 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客加入降价促销行列 第三 土牌规则大变天 过去楼市调控主要是通过抑制需求 间接倒逼房价下调 不过今年调控逻辑逐渐开始改变 国家开始从高房价的源头高地价入手 年初资安资源部出台集中供地的新政 集中供地对开发商的资金要求很高 本意是为了降低土牌热度 降低土地溢价率 但是第一轮供地结束后 土地成交价格不将反升 所以国家又一次调整 土牌策略 2021年8月10日 自然资源部召开闭门会议 直接限制土地溢价率不能超过15% 且不能通过提高低价的方式 间接抬高地价 拿地成本降低 竟会降低购房者对未来房价的预期 也会导致楼盘开发成本下降 传导到房店市场中就会表现为房价下跌 第四 多城市出台限跌令 的确未来房价下跌压力很大 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对不会出现大跌现象 今年下半年以来 我国一有朱州 江音 何泽 岳阳 昆明 沈阳 唐山等至少七成公布了限跌令 限跌令不是抑制房价下跌 而是限制房价下跌底线 任何一城的限跌令都没有被高层叫停 意味着楼市稳定才是调控的核心 国家也曾在7月22日的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提到 要进一步落实城市主体责任 对调控工作不利 市场波动大的城市要坚决予以问责 不允许市场波动大 就意味着房价大涨或者大跌都不可以 所以2022年房价大跌绝不可能出现 但随着市场逐渐变了 房价小幅向下波动是长期发展趋势 2022年房地产行业松绑 为何很多楼市主体仍然对其没有信心 去年下半年我国的楼市可谓是动荡不堪 今年为了稳定发展 相关部门开始对其进行松绑 通过降低首付比例 下调贷款利率 发放购房补贴等政策 由内而外的激发人们的购房热情 巩固房地产在我国经济中的支柱地位 按例说当消费者的购房难度降低时 他们应该积极买房 如此楼市就又会重新发展起来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很多楼市主体对房地产行业还依旧没有信心 尤其是以下三类 看完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第一 购房者 买涨不买跌一直是楼市的怪圈 很多消费者不想节省那一点购房成本 不是因为自己购房预算多 而是不想让自己作为购房者的权益受损 因为房价变化是一种趋势 在下跌时买房 房价还可能一跌再跌 如此自己既要承受家庭资产缩水带来的通苦 要按照原先贷款合同上约定的金额还款 如今通货风占的速度越来越快 人民币的购买力逐渐加降 如此自己的权益肯定是受损的 当下国家越是一味的松绑楼市 房价上涨的可能性就越小 本来打算买房的人也开始持币观望 不敢入省 久而久之 大家对楼市就不似从前般有足够的信心 第二 开发商 开发商能否盈利 除了看资深房子综合条件能不能达标 最关键的拒绝因素之一 莫不及于人们购房的积极性 如果大家打心底不想或者不需要买房 无论房企和政府再做什么也都治标不治本 当下政府虽然鼓励大家买房 但仍没有办法尽早解决我国住房刚需数量 严重不足的问题 没有将三态政策落到实处 我国的改善型住房需求也得不到根本增加 当某个东西供过于求时会进入买房市场 作为卖方的开发商 在对楼市失去了更多热情 第三 二住房房东 二住房本身存在 内部配套不完善 装修风格落伍 居住痕迹重 物业服务 不能满足业主日常生活需求等缺点 人们之所以愿意承担更多的税费购买 基本都是因为其价格便宜一些 或者附近有完善的资源 可现在 国家大力对购新房进行补贴 将房子与教育逐渐脱钩 二住房的价格 作为学区房受到广大家争追捧等优势 也逐渐消失 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 二住房的流动性基本上已经被锁死 消费者不管购房预算充足与否 都不想入手 倾价比相对低的二住房 此时广大二住房房东简直是叫股不跌 降价出售为亏本 即使自己愿意 也受制于二住房指导家政策 不能将太多 不降价把房子继续囤在手里 万一房点税或者房屋空置税来领 自身还要承担更多额外的脂肪成本 好像怎么做都是一种不正确的选择